七八千 我同學說 還有二十幾個紅包 然後裡面有五千塊 我的是六千多 自己花嗎 當然 我都自己花了 那如果媽媽說要幫你存起來 你會給他們嗎 自己的錢應該是自己留著 還對 如果媽媽說要幫你投資起來 存錢 我沒有 我是一個有研究股市的人 有研究股市的人 歡迎收看這集的 486666 小朋友知道他的紅包頂多少嗎 我們看哪種說 忘記了 這是很多 都倒數不清了 阿公 阿公包最多 阿公包一千 五十包 你要拿五十包 你想要拿幾包 一百是這樣的 你要拿一百包 你們家有那麼多人嗎 我們家只有十五人 然後贏 十幾個 你想要十幾個紅包是不是 不知道 那你希望拿到多少 很多 知道說媽媽存起來 會拿去花嗎 還是真的存起來 就存起來 你有問媽媽說 那些錢會去哪裡嗎 他說就存在銀行裡 等需要用的時候再拿錢 阿你會寄的那些錢嗎 因為最近媽媽缺錢 媽媽跟我借了 五萬吧 想說今年可以拿到多少 拿到五千以上 就每一包是不是 你都沒有在管紅包錢的 沒有 那你紅包都給誰 就拿到就給媽媽存進銀行 那你有確定媽媽都有存進銀行嗎 不知道 你就不在意那個錢 那你有沒有想說 用那些零用錢去買東西 沒有 無益無求這樣 知道你去年拿多少紅包嗎 20 有拿去買玩具嗎 或是喜歡拿 給媽媽 那你有確定媽媽都有存起來 還是媽媽自己偷偷花掉 已經花掉 一定花掉了喔 你印象中誰給你的最大包 阿嬤 只有我用我自己賺的 怎麼賺錢 找那個阿嬤拿錢 所以我有考很高分 希望拿多少 幾個紅包 我只想要拿到100 也沒有想要買什麼東西 我怕那沒錢 七八千 七八千 我同學說 它有二十幾個紅包 它裡面有五千塊 我的是六千多 自己花嗎 當然 我都自己花的 那如果媽媽說要幫你存起來 你會給他們嗎 自己的錢應該是自己留著 還對 如果媽媽說要幫你投資起來 存錢 我沒有 我是一個有研究股市的人 有研究股市的人 長大可以賺錢的 你們會想包多少給爸媽媽嗎 一千 包多少一千塊嗎 還是五千塊 我會再考考 那你會想要包紅包給爸爸媽媽嗎 嗯 那你會想要包多少 幾千吧 那你會包多少 不多六十 六十 六十塊怎麼包 五十 然後再加一個十元 兩張一百 每個人都兩張一百這樣子 對 不會覺得太少嗎 還是可以再多一點點 兩張一百 兩張一千 全家 一包會包多少錢 一百 剪刀、石頭、布 最後贏的人我會給他兩百 那一千塊 你會選擇 感谢观看